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那个妆很厚啊 然后又要戴一件镜 难度很大 说实话我一开始真的是很崩溃 那一天就大概花了七个小时 就是光化特效妆的时间 我们跟韩国的特效化妆团队也反复地沟通 反复在调整她的五官的比例 还有她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眉毛的粗细多少 然后眼睫毛的浓度等等 外国人的睫毛大概是一百二十五根到一百一十根左右 然后隔东放人只有一百零七根 她就会要做很久 因为我每次都要一根一根慢慢沾 那这个有利也有提 就是特效化妆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的五官 最大限度地去产生变化 从这一块到眼睛以上的这一块都是假皮 首先在地皮肤后 背部的眼睛 眼睛 眼督都专成 初步的。 就是这部分 放在腌写小时 液智的结构后 然后衣服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原谈设置保筧的 但是另外一段时候她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譬如说她的那件外众幅非常不舒服 很闷的全部是那种 相交贴在脸上 虽然要做西洋人和西洋人 眼睛也加了唇膏 眼睛也加了 所以 要加深深的颜色 再加深深深深的颜色 人的喜怒哀乐最集中的就是 他的眉头 但是这一块就把我完全封锁了 所以学东也想了很多方法 包括对眼泪的控制 因为他只剩下一双眼睛 还能是属于他自己自由演戏的 又流泪 我这个其实是一大场 故事是连外的 因为你是连着的 他今天这一个晚上哭多少次 五六十分 对啊 这是连着的 这才是你戏剧的最低的 路上也太 太爱哭了吧 重咬啊 所谓的面貌上面有巨大改变了以后 你在服装的这个职材上面 颜色上面 再去加强 崇光是一个作者 路上是一个模特 所以相对的他也许穿衣服的风格 就也因为他的工作 甚至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rock一直到这个非常时尚的 就是模特的一种拍法都有 所以说最后出来的效果 也让我们觉得蛮惊讶的 就真正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 让观众觉得似曾相识 但是又好像不是这个人的感觉 我们剧本里有一句话 就是说公民对路上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可惜你已经不是周崇光了 周崇光本来是 可能他还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比较外向的人 喜欢调皮 喜欢闹身边的人 但是我觉得变成了路上以后呢 他可能就会变得没那么开朗 然后也有很多的顾虑 当你自己的身份消失了 生命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去世的人 这种感受其实是很无法去想象 连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象 所以说他在表演的时候 也确实很难去把握 而且对于《小时代》后面的故事来讲 其实周崇光路上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剧情 那他自己的身上背负的压力和期待也非常的多 叫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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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院里面 林霄在庭院里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然后他躲在树的背后 非常的悲痛 眼泪一直流 但是因为他又不敢出去告诉林霄这一切的谜底 所以说他的那个内心的挣扎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戏 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应该很打动人 其实刚才大哭的时候是 我觉得杨幂太辛苦了 他在外面喊资金裂肺的 叫崇光 我就感觉真的 我看着屏幕里他在喊就觉得特别的难过 就是不管崇光还是路烧 他主要承担的还是爱情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很孤单 那唯一的他可以依靠的就是他的爱情 所以我也希望在大荧幕上大家在真正看到的时候 也可以接受路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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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